灵异主播英九华 当代不禁仙神第一人 神鬼难道真的不存在吗 最近伴随网红树林 直播反对封建迷信的行为持续发酵 引发了众多网友 对封建迷信是否存在的激烈讨论 直播中的他 按照网友的说法 做出了各种在古人看来冒犯神明的事 目前却未遭到任何反噬 难道神鬼真的不存在 世间其实没有因果循环 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主播英九华 早在2020年 英九华就做出过类似的事情 但最后的结果 却是皈依佛门 据他自己所说 是在做出这些行为后 自己的家里出现了一系列的坏事 故事从2020年5月19日开始讲起 这天他在网络平台的个人账号上 上传了第一个 反对封建迷信的视频 他自称要和左央一样 体验各种灵异游戏 为了向人们证实封建迷信其实不存在 第一次挑战的内容 是在国外很流行的招魂游戏 查理查理 这个的玩法类似于笔仙 大致就是向查理提出问题 然后桌上的笔会告诉你答案 在他念出游戏特定的话语后 过了几分钟 桌子上的铅笔 竟在没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下 自己动了起来 在第二次问的时候 又发生了古怪的事情 一开始破除封建迷信的标题 反而却在证实这些迷信的真实性 之后他又开始尝试 在日本十分流行的通灵游戏 对镜子说你是谁 据传连续三十天之后 镜子里的你 就会活过来 但这次挑战的过程中 并没有什么古怪的事情发生 这也让他的胆子逐渐变大 他又开始在废弃的仓库 玩四角游戏 到十字路口敲碗吃饭等等 甚至面对网友的嘲讽 他还专门发了一期视频 他在视频中回应说 自己已经不信了 那为什么要进呢 伴随他越来越过分的行为 一些通灵游戏 已经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他开始主动向迷信的产物 发起挑战 他先是在视频中 砸了狐仙的雕像 之后又在另一期视频中 摔碎了观音的雕像 甚至在视频之后回应 自己认为自己的行为没错 但这条视频之后 他却没有再更新视频 甚至删除了之前的视频 好像这个人从未存在 丁九华怒摔观音像后消失 三年后再次出现 静归一佛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身一定存在一定的道理 反对封建迷信 最后却成虔诚教徒 封建迷信全因舍弃吗 基因九华反对封建迷信之后 网上陆续也出现了很多网红 效仿三年前的英九华 打着破除封建迷信的旗号 在网络上发表类似的视频 但这其中有真有假 有的是真的破除封建迷信 有的只是微博眼球 借用这个热点赚取关注 视频前面提到的数页反封建迷信 他的行为是打击祸害民众的骗子 打击封建迷信的 破除封建迷信 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他们往往根植于封建社会的权威性 和等级制度 但传统文化是一个广泛和复杂的概念 涵盖了许多方面 包括价值观 伦理道德 艺术 宗教等 但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也需要对其中存在的迷信行为 进行批判和拆解 破除封建迷信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 教育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学校应该加强对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的教育 以帮助年轻人了解事实和真相 更好的认识世界 同时 在社会中加强对科学知识的普及 推动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 有助于打破封建迷信的影响 但媒体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 媒体应该承担起传播科学知识和价值观的责任 鼓励公众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了解 同时警惕封建迷信的蔓延 通过正确的导向 媒体可以帮助公众理性对待传统文化 并避免盲目陷入封建迷信的泥沼 加强民众的法律意识 也是破除封建迷信的重要环节 法律可以对迷信行为进行规范和打击 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通过推动法治建设 加强对封建迷信行为的执法力度 可以有效遏制迷信现象的蔓延 总之 破除封建迷信是一个长期而紧迫的任务 我们需要综合利用教育 媒体和法律等多种手段 引导公众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拆解其中的迷信行为 实现现代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和谐发展